这回咱们接着上一回 继续开宴会 行酒令的时候啊 刘姥姥对的是 一个萝卜一头蒜 花儿落了 接个大窝窝 把贾府的人全逗乐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 你从刘姥姥的言谈举止啊 你能看得出来 这个人不简单 她虽然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但是有大智慧 和这些豪门大族的人打交道 一点都不露窃 反而把关系处理得很好 刘姥姥要求换个酒杯喝酒 凤姐就给了她一套竹根套杯 这个竹根套杯啊 是用竹子的根雕刻成的 一整套杯具 全套包含大大小小 很多个酒杯 刘姥姥喝完酒 又吃到了一种叫 茄响的食物 听王熙凤的介绍 这种吃的做起来极其繁琐 那种叫茄响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就是腌辣茄子 响本意是指腌干鱼 后来也泛指腌辣食品 只不过贾辅这道茄响 配料很多 尤其是要加很多的鸡油 鸡爪子 古时候普通人很少能吃到肉 我们中学课本学的曹贵论战里头啊 曹贵说肉食者比 这个肉食者指的就是做大官的人 你看 只有地位高 有钱的人才吃得起肉 所以啊 刘姥姥听了这道菜的做法 惊呆了 刘姥姥又是吃饭又是喝酒 手无足蹈的 林黛玉在旁边说了句嘲笑他的话 他说 当日圣月一奏 百兽率舞 如今才一牛耳 圣月一奏 百兽率舞 出自上书谣点 意思是 顺的音乐非常乐耳动听 能够让白种猛兽 跟着一起跳舞 林黛玉在这儿 讽刺刘姥姥是一头牛 又套用古书上的话 是他一贯俏皮说话的风格 酒足饭饱之后 贾母带着众人来到了 庙玉住的龙翠庵 庙玉伺候着贾母喝茶 贾母说 他不喝鹿庵茶 庙玉说 知道 给您泡的是老君梅 鹿庵茶 产自安徽霍山县大鼠山 霍山以前属于鹿庵郡 所以被称作鹿庵茶 鹿庵茶也算一种不错的茶了 其中的鹿庵茅间 是向宫廷进贡的 只不过味道稍微有一点点苦 老君梅呢 是湖南洞庭湖 君山产的一种 银针茶 色泽鲜亮 味道甘醇 香味高爽 这种茶的叶子 形状像眉毛 旧时候传说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也就是老君 是个非常长寿的人 而长长的眉毛 也是长寿的象征 那种茶叫做老君梅 就讨了个口才 有吉祥高寿的意思在里面 贾母选择这种茶 可能是他喜欢 他的甘甜的香味 也可能是喜欢这个吉利的名字 伺候甲母喝了茶 庙宇又另外邀请宝钗 黛玉喝茶 用的茶具十分罕见 一种叫斑袍甲 甲是一种古老的青铜酒器 形状是喇叭状的圆口 平底三足 斑袍甲则则是用葫芦做成 像甲那样的杯子 另一种叫杏西桥 这是一种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具 桥则是碗一类的器皿 庙宇用的这些茶碗器具 可真是名贵 怪不得连宝玉都没有见过 也可见他的出身确实不一般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